今天我们来见识一下是什么人被称为第一贪官 并就以他的贪把一个国家都毁掉了 简直是丧心病狂 此人就是一筐 说起来他也不是个纯次的贪官 起码他贪的不是钱 他贪的是权 贪权的人往往肯舍钱 因为只有舍的银子才能官允亨通 后来证明这个人官允亨通时 比谁都弹 一筐 满洲相拦其人 他是晚清举足轻重的位置 干了不少事 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是把大清作死了 一个人最厉害的不是钻银 而是钻银却不被上层察觉 缠妹却不会让领导不舒服 自自然然行云流水 仪表堂堂 一身正气 而一筐恰好就是这样的人 难得的是他还有颜值 简直就是清朝的高富帅 慈禧对一筐有很高的评价 说他有眼色 也有能力 人有眼力架也是天赋 能揣摩人心就是才华 真正让慈禧重用他的是义和团运动 太后刚想剿灭义和团 一筐就慷慨激昂 甚至要亲自上阵杀敌 后来太后改主意了 决定不剿灭了 改招服了 一筐马上闭嘴 没动静 太后很赞许 觉得这个人有眼力架 后来慈禧更是频繁召见一筐 什么宣战 什么杀害团僚 一筐都有份参与 一筐不会流露出半点不满 一切都按照慈禧太后的想法来 很多当朝大臣对他不以为然 然而他的那一套 才是乱世的生存哲学 一筐上位后 渐渐暴露出爱才本质 他的贪财嘴脸逐步暴露 后越过和珅 直接称大清第一贪官 在一筐七十大寿的时候 他收到五十多万两银子 和价值一百万以上的贵重礼物 可以购买一艘主力军舰 他凭借出色的人脉 和出色的敛财能力 一举成名 一筐住的是和珅的老宅子 也感染了和珅的人气 比和珅更厉害的是 他公然做起了买卖 卖官欲绝 明朗雕价 老百姓都称他为 沁级公司总经理 一筐当时在瑞士银行 存款高达七百万英镑 袁世凯知道一筐的作用 不断地贿赂他 可以说 袁世凯有那样的地位 一筐功不可没 所以很多人说 一筐把大清朝给瘫垮了 一筐真的是亡了大清的人吗 想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吧